家族荣耀之继承者的少是艺人经纪 找我给某某艺人做采访 却想白嫖不给钱 哪个 白嫖的经纪人 第一部分 家族荣耀之继承者 自开播以来 我是唯一全网每集都更新剧评的个人博主 阅读量合计也超过了十万家 因为自己喜欢创作 对写作有兴趣 加上对蛇识曼凌峰十多年再次合作 充满了期待和兴趣 所以在优顾上追剧的同时 我也会每集都写一千多字的剧评 和网友一起讨论剧情 累计书写了超过四万字的剧评 和大家一起分享剧情 也许是因为我的默默耕耘 有一位自称是来自这部剧的 某位主演的艺人 经纪 自我介绍是来自邵氏 公司经纪人主动关注我公众号 私信给我 说想邀请我为他的艺人做一个采访 当时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小心谨慎的时候 他发来了一张电子名片 名片上有他的姓名 微信号等 如图 所以我也简单地去网上查了一下 确定是真实的情况下 我没给对方微信号 因为我还是要保护好自己隐私 所以我跟对方说我加他微信 不过呢 这个艺人经济 素质和品格是不咋低的 尤其是最后没白嫖到我 就取消关注 我觉得你取消关注是正常的 不过呢 你这格局太小了 说明你并不是真的欣赏我写的句评 因为后台数据都没他看过我文章的数据 你只是想找个人来白嫖 免费给你做采访的工具人罢了 详细的经过 大家可以往下看 容我慢慢到来 公众号私信 第二部分 去年关注我的粉丝都知道我是法律专业的 也知道我曾经做过的事情 都知道我是一个三观正的人 所以了解我的人 我不必多说什么前提啊 不了解我的 你也可以去考古下了 好了我们开始这件事 来龙去脉 前因后果 我会用文字和聊天截图的形式一起客观来聊聊 然后也会开一个投票 大家可以看完整件事 投票自己的看法 在2024年5月13日 晚上10点的时候 通过公众号艺人经济主动说 加我微信沟通关于他负责的艺人的宣传采访工作 加上微信号 这位艺人经济就是先鳄鱼奉承我下 当然这个我也不是小朋友 上来夸我文章写的挺好的 但是第二天的阅读排名都没他名词 如果是真的看了我文章 那必然后面的排名是有他的 但没他 说明他的开场白是套路 妥妥的捧杀一下我 让我去金飘飘下 可惜我不是小朋友 没被忽悠到 所以我也礼貌的说下 谢谢喜欢是我的荣幸 其实这就是社会上成年人的一种虚伪 接下来就说想我线下去采访这位艺人 但告诉我是要去北京 然而没说北京这个费用报销 也没说邀请我过去给我多少采访费用 我就委婉的找借口拒绝 然后这位艺人经济就是开始提了采访的 简单的要求是 从家族荣耀之继承者这部剧中 这位艺人的表现 演技方面去做采访的准备工作 然后在我提出了 我距离北京相距1000多公里 意思路费太贵 我没这个义务去免费跑到北京免费做这件事 然而对方在装傻 意思线下采访会更好 还想我免费去北京采访 全程自费 那我图啥 我肯定不答应了 所以我还是委婉的在拒绝中 并且多次强调 我不是自媒体 我只是个无名之辈 这种采访有用吗 他就说 这是多种发生的时代 始终没主动提到报销路费啊 给我多少采访费啊 全程就是想白嫖 我免费为他做事 可他不知道的是 我不是钱多人傻 也不是钱少人傻的那种人 没钱 我凭什么免费帮你做事呢 你拿工资 你拿钱 我帮你义务打工 然后还损失自己正常的工作收入 我图啥呢 不过这位艺人经济告诉我 采访时间应该在 5月23日到5月25日 这几天里的其中一天 对方看到好像我不想去 他也不提给我费用的事情 直接想把白嫖改变成 线上采访的白嫖模式 还要我做采访提纲 然后采访完 我还要把采访的内容写出来 发布出去 然后还要根据他提供的资料 宣传点位去写 感情这主打的是 不花钱给自己艺人 找一个免费的工具人 而且这免费的工具人 还是有流量的 在公众号还是比较火的 而且还继续忽悠 屁为我 什么我不想见见艺人本人 何影 还继续套路我 我是港剧迷 主打的就是 想我自费去北京 我能 也装傻 也不拆穿 就礼貌的 委婉的拒绝 并且谦虚的说 去不了是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因素 我能 就是 你对方跟我装傻 当我傻子 以为能忽悠到我 那我也陪你忽悠了 我如果自费去北京旅游 那是我个人的事情 但想 我自费去北京 免费当工具人做事 耽误我三四天的时间 我可没那么傻 第一天的沟通 就是最后 这个艺人经济 开口不提费用的事情 主打一个 想白嫖我的想法 我就主打一个 不给钱 不去 明星也是人 也是老百姓 只不过工作种类不一样 我也不是饭权的人 没那么不理智 那么傻乎乎的 自己花几千块去北京 我脸上写了我是弱智 当然我们是社会儿女 可不能这样去跟人家说话 表面上嘛 大家还是要客客气气的 表面上 我也要主打一个 我比你有素质 有礼貌 有修养呀 第三部分 我以为我挽拒了被白嫖 不会再找我 没想到过了近半个月的时间 又突然来找到我 这次找我主打的 就是想把白嫖进行到底 一分钱不负我 然后变成语音线上采访 但是还要我出 所有的采访的大纲 还要我的采访内容 不要重复杨诚晚报的采访内容 还要我晚上就给他大纲 你说过分不过分 你不给我钱 你邀请我帮你的艺人做采访 你找人做事 不给钱 还当人是员工一样的吩咐做事 吩咐完 还要来问我粉丝数量 打探我的底细 还问除了公众号 其他地方有没 其他地方有啊 视频号我转视频啊 粉丝数 我主打一个 我隐私干嘛告诉你 就是不告诉你 采访内容还要审核 才能发 你这采访不就是 发出来的都是过滤过的 影迷粉丝看到的 不都是你选择 想让人家看到的 那我这样 不就是我欺骗我的粉丝 我对我的粉丝不负责了 你要是给我费用 我也能理解 你不给我费用 你白嫖我 还对我诸多要求 凭啥呢 我就很奇怪 哪来的理所当然的想法 现在经纪公司 都主打喜欢白嫖了吗 于是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要求提供 独家采访照片给我 对方不肯 以什么没化妆啊 这个不能啊 什么什么的 其实我为什么要照片 还要独家照片 因为第一 这是语音访谈方式 我无法确定 是不是AI智能生成的声音 现在的AI智能 大家都知道的 一个人的声音 一个人的相貌 都可以以假乱真了 如果说没有照片提供给我 我发布了采访 在版权方面 我没有独家版权 未来法律纠纷 这种经纪公司 给我打官司 我有得烦了 另一方面 我的粉丝 网友 看到我的采访文章 也会对我的采访内容的 真实性有质疑 质疑我这个采访是真是假 我拿不出任何证据 证明事实的时候 那我就失去了一个权威性 一个诚实性欲 更重要的是 我采访 我写稿子 我写采访内容 我做视频 整理采访语音内容 最后版权不归属我 那我这算给他人做嫁衣了 这位艺人经纪 连问都不去问 沟通都不跟这个艺人沟通 就直接说 艺人没化妆的照片 不能放出来 首先 我没说需要素颜照片 其次 我也没说要正面 我还教他了侧面 背面局部照片 就是拍摄自己 跟我语音时候的场景 去证明这件事 是我做的事情 独家版权归属我 其实拍个短片 说明也可以 都不肯 不过艺人经纪 还想忽悠我 说什么语音形式 就已经是独家给我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说不定这艺人经纪 联系了好几个人呢 想白嫖好几个人呢 然后其他人 都有语音采访 我也有 那都从网上搜个 公开的剧照 公开的宣传照 那意义是什么呢 我自然不答应 也不同意了 我从来不觉得 艺人就比咱们 无名之辈要高人一等 我也从来不认为 接触到艺人 就是一件很骄傲 很了不起的事情 大家只不过是生活 工作在不同的领域 大家都一样 每天吃饭 睡觉 工作 学习 运动 人都是一样的 在我这里 没有三六九等 在我这里最重要的 就是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 如果说 一味地要我去迁就对方 然后不断地委屈自己 那对不起 我公祥不是这样的人 你找错白嫖对象了 结尾的话 所以这个经纪人 最后不同意 给我独家照片 我也不让步 你一不给我钱 帮你做事 白嫖我 我忍艺人 二 还不给我独家的资料 或者照片 去证明这件事 我是独家版权 还反过来说什么 提供的照片 什么会包含 艺人的肖像权 还有语音采访 有艺人的声音 这个我还真的笑了起来 这艺人经济 居然一点不懂法律 当你接受采访的时候 艺人的肖像 等版权归属 就是采访一方 存在肖像这个事情的 这是一部作品 版权归属制作公司 不归属艺人自己 不过 我也没高兴 跟他说法律的事情 我就直接很礼貌地跟他说 我必须考虑我的粉丝 我自己的权益 也就暗讽了下他 这是免费 没给我钱的 后来就这位经纪人 很没品了 不回复了 也马上去后台去关我 我是猜到了他会这样做 特地后台搜下他 果然取关了 你说现在的艺人经纪这样 艺人能火起来吗 我建议这位艺人 你还是换个经纪人吧 他真的不行 根本没为你的未来考虑过 最后呢 跟这个艺人经纪说下 你跟什么人 什么博主 什么网红和做过 那是你白嫖了一次 就上瘾了 但对不起 这次你遇到的人 不那么傻 而且也不需要借助你的艺人 把我自己捧红 但你要记住 艺人的口碑 都是来自我们这些 无名之辈的传播 可不是什么官方的 网红的 还是自媒体的传播 可能有些人会说 我错过了一个机会 一个让自己红的机会 那我想告诉你 到尾不给我一分钱 但是还要我按他的要求去做 主打的就是 比实习生还要憋屈的 免费工具人 你说我图啥 最后出来的采访内容 甚至会限制我提到 我自己名字 全程都只可以写一人 连语音的录音 最后都未必会同意 我完整版公开 因此 你认为我在这件事 我能得到什么 这个时代 找人做事情不给钱 我愿意深夜 绿皮火车去帮助00后 我买了T136次 绿皮火车的无座票 却意外地帮助到 00后深夜赶到普通机场 不收钱 那是帮助 我主动地去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那叫助人为乐 但你这是一人宣传 你想红 想多点出镜的机会 红了街系 收入更高 但我能得到什么呢 我希望以后 类似的这种事情 一人经纪找我可以 麻烦谈好价钱 签好协议或者合同 不要企图在我这里 白嫖成功 我虽然不聪明 但我也脸上 也没写白嫖两个字 至于是哪位明星的经纪人 这个瓜就吃到这吧 我可以告诉大家 请大家放心 不是蛇师曼 也不是凌峰的经纪人 因为他们两个人 不是邵氏旗下的蚁人